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兵 这一期来到了天河的中信广场这边 在中天购物层这里有非常多的美食 从东北面郡区上到三楼 就有一家广州的老牌酒家 这家酒家就是著名的东南海鲜酒家 两位 大概中午12点多的时候来到这里 朋友们能看到店里面有非常多的顾客 全场基本都做满了 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这一本就是他们家的餐牌 店里面推出了不少的优惠道餐 感觉这里比较适合朋友家庭聚餐或者商务宴请 出品方面以中餐粤菜为主 从餐牌上面能看到 出品的总体价格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除了饭室还有茶室 点心出品的种类也很丰富 有传统的点心也有一些创新的出品 小点13块钱最贵的操点38 大厅茶味就10块钱 餐桌上还摆放了一些推荐的菜品 东海这里是要加收10%的服务费的 服务方面对得起这个收费 作为一家老牌的越式酒家 环境方面就略微显得有一点老旧 但整体看起来依旧是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 东海海鲜酒家是1995年在广州创立的 品牌算起来的话也已经有27年的历史了 等了大概20分钟左右 下单的点心就陆陆续续的上来了 首先这一道东海名虾脚价格38块钱 也是他们家最贵的一道点心 虾脚看起来说到饱满 但是真的火候略微有一点过了 一看就知道是这家纯手工包制的虾脚 味道是好的 但是由于蒸了火候稍微过了一点 虾脚皮缺乏了一点弹性 但里面的馅料味道特别的爆 在广州虾脚的馅料用花生油的并不多 它这里的馅料加了花生油 个人觉得可以特别的香 虾盐足够的新鲜甜脆 除了火候稍微蒸的有点过 虾脚的出品确实很不错 这一道排骨拼凤爪价格38块钱 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双拼的点心 可以花最少的钱尝到更多的味道 这一道出品个人也是推荐的 凤爪够肥美砸得够松花 调的酱汁也很棒 吃进嘴里轻轻一抿 凤爪就脱骨了 排骨略带一点肥镖 吃起来也够新鲜够滑嫩 跟很多酒家的出品不一样 它这里下面垫的是南瓜 做法独特味道清新 南瓜选用的食材很好 吃起来干香软糯 这一道出品个人推荐 而最要我惊喜的就是这一道鲜虾脆脆红米肠 价格就38块钱 对比以往吃过的所有鲜虾红米肠 它这里的出品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 长皮泛着油光里面包裹着满满的馅料 外皮吃起来口感QQ弹弹的特别的滑嫩 配了酱油和花生酱 个人就偏爱花生酱 更能把红米肠的香气给带出来 这一道出品真的是爱了 这一道飘香榴莲酥价格33块钱 一共有三个造型看起来很精致 外形就跟榴莲差不多 吃进嘴里外层是很酥脆的 里面就包裹着比较香浓的榴莲馅 口感很滑嫩 不过榴莲肉的比例就稍微少了一点 这一道出品中规中矩吧 这一道香煎葱油饼价格13块钱 葱油饼的出品很棒 这一道出品必须趁热吃 表面裹了一层芝麻 两面煎至金黄焦脆 闻起来香葱的味道很浓郁 吃起来首先是两面略微焦脆的口感 再到里面的松软 味道方面油香跟芝麻香葱 还有面粉的香甜混合到一起 味道真的很棒 这一道出品个人推荐 服务员会及时收走空碟 还及时加上茶水 最后这一道羊汁甘露价格33块钱 里面加了西米芒果肉质肉 相对33块钱的价格 分量就偏少一点 除了稍微偏甜一点之外 味道是好的 喝进嘴里芒果的味道比较香浓 口感春滑苦后回甘 西米给芒果带来的口感也比较有趣 不过出品跟丽苑的相比就有一点差距 这一道出品个人觉得中规中矩 大厅茶味10块钱 最后买单一共花了234块钱 总体来说性价比并不算高 不过环境装修的确实挺好的 在服务方面也跟得比较足 总体的环境格调属于时尚高雅的感觉 相对来说房间的环境会更加的好 无论是作为家庭朋友聚餐还是商务宴请 都非常的合适 东海酒家目前在广州有三家分店 地址我会放在留言区 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 临近中秋了 东海也有自家做的月饼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食材够新鲜 出品的味道好 总的来说 东海酒家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 这里有营业时间 朋友们可以收藏一下视频 别忘了评论转发点赞收藏